我养了十多年的女儿其实是个假千金 而在我把真千金接回家后 假千金千方百计想要霸占真千金的一切 在我面前装的人畜无害 转头就去找小太妹霸凌真千金 只可惜她不知道我是重生回来的 你 我猛地惊醒 睁开眼睛时 冷汗已经浸透了衣服 摸过手机一看才终于确信 我真的重生了 上一辈子发生的事都还历历在目 我养了十多年的女儿其实不是我的亲生孩子 是在医院被报错的 而在我和老公将亲生女儿将然认回来后 老公又不舍得将养女江宁送走 我们一合计 家里也不是养不起两个孩子 就将江宁也留了下来 当时的我完全没想到 我这样的行为 会给我的亲生女儿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 江宁得知不是我们亲生的后 哭了很长时间 口口声声说会将我们当成亲生父母孝顺 可一转头 她就对花样百出地对付我的亲生女儿 在我们面前又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当时的我忙于工作 等我发现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江宁甚至胆大包天地换掉了江然的高考证件 让她到了考场却根本进不去 高考失败后 江宁终于再瞒不下去 我震怒非常 坚持要将她赶出去 可我的老公陈世凡 却仍然一味袒护江宁 而当天晚上 家里便失了火 是江宁放的 她将我反锁在房间 提前剪掉了电话线 这一切都是她的蓄谋已久 我是在不甘和愤怒中死去的 在醒来时 又回到了认回江然前的时间 重活一世 这次 谁也别想再欺负到我女儿头上 我当即出了门 寻着记忆找到江然的时候 她正在夜市的烧烤摊上打工 被客人刁难调戏 也只是捧着脸一言不发 老板娘还带着一脸的刻薄像 按着她的脑袋让她陪笑 只一眼 我心头火气就直往外冒 我搭不上钱 一把把女儿从那老板娘油腻的手里 拽到了身后 转头吩咐秘书 去给工商局打个电话 无罩经营还非法占用公共场合 还有 我看知食物安全也有大问题 如果不是今年我女儿已经17岁了 我高低还得在家一手 告她们非法雇佣同工 女儿像是被我吓到了 呆呆地看着我 一触及那张和我相似的脸上的犹豫惶恐 我心底就说不出的难受 我将她带回车上 将她的身世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眼圈忍不住也红了 这么些年 我的女儿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 而上一世 在她好不容易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看到本该属于自己的生活 被别人揪占雀巢的时候 该有多么心酸难过 可我就这么忽略掉了 我女儿攥着被洗得发白的衣服 小心翼翼地坐在车后座 满面的拘谨 又忍不住抬眼打烊我 你 真的是我妈妈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是 以后妈妈会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回到家时 已经是深夜十分 刚走进门 就听到老公陈世凡的声音 你怎么才回来 我问过公司的人 说你很早就下班了 上哪去了 江宁从楼上蹬蹬蹬地跑下来 手里还拿着张正书 妈妈 我今天在钢琴比赛上拿奖了 据说还能高考加分呢 你快来看 我没回答他们 只牵着女儿进了客厅 陈世凡这才注意到女儿 脸上的表情当即就变了 江慈 这小丫头骗子谁啊 女儿有些拘谨地靠在我身边 我安抚性地拍了拍她的肩 将鉴定报告从包里拿了出来 江宁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我没有一句废话 单刀直入 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话音落地 陈世凡连看都没看那鉴定报告 冲口而出 江慈 你疯了是不是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养了宁宁这么多年 她怎么就不是你亲生的了 我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上一辈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她对江宁的态度 实在太过偏袒 虽然我们家是养了江宁 十几年不假 但她和江然 可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妇女 却纵着江宁欺辱江然不说 还帮着江宁隐瞒我 就这么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这家里受尽欺凌 而现在 我将江然带回来 她甚至连问都没问一句 就断定是我在胡说八道 江宁眼圈也红了 妈 我真不是你亲生的吗 我对江宁并非没有感情 只是在多的亲情 都在她变本加厉的手段中 消磨殆尽 更遑论最后那场死结 让我现在看到她 除了痛恨 再无其他 是 如果你们不相信 仅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不过 我现在就要把我的亲生女儿 接进来 我单单说 至于你江宁 你该回你亲生母亲那里去 我话说完 最先派案而起的 竟还是陈世凡 我不同意 她怒瞪着我 仿佛我刚刚说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话 江慈 你这件事 是不是做得太莽撞了 甚至都没跟我商量一声 就把人接回来 现在又要将宁宁送走 江宁已经哭出了声 妈 你真的要把我送走吗 她抹着眼泪 伤心欲绝的样子 看得陈世凡心疼不已 连忙轻声安慰 不会的 就算你妈要把你送走 我也不会同意的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我冷眼旁观着他们妇女情深 眼角余光 撇到身侧的江燃 有些失落的垂下头 江燃养母对她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是刻薄 只要心情不好 对江燃就是一顿非打击骂 在这种环境下 成长出来的江燃 心思自然是叫 一般的女孩子敏感 此刻又看着 本该是自己父亲的人 满心满眼都是养女 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而上一世 我对她的忽略也不在少数 那时候的她 又该多难过 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口就像是被堵住了一般 酸涩的厉害 我搂住江燃的肩 放柔了声音 走 我带你去楼上看看 二 我给江燃的房间 就安排在我的隔壁 在收拾的过程中 陈世凡甚至没上来看一眼 只顾着安慰江燃 我心头的疑云越来越重 一个猜测隐隐浮现了出来 我摸出手机 给秘书发了消息 让他去查一查 陈世凡和江燃之间的关系 次日清晨 我下楼时 江燃已经坐在了餐桌前 他眼圈红肿 像是哭了一夜 见我牵着江燃下来 急忙站起身 妈妈 姐姐 江燃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妈妈 只要你不把我送走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管我们之间 有没有血缘关系 在我心里 都早已认定 你是我的亲妈了 陈世凡在一旁帮腔 就是啊 江慈 今天早上的饭 都是你硬天不亮 就起来做的 好歹也喊了你这么多年的妈 你真能忍心 把他送回去 再说了 咱家也不是养不起两个孩子 然然在他养母那边 每天天不亮 就得起来做饭 晚上下了碗自习回来 还要洗全家的衣服 折腾到半夜才能睡 我淡淡说 抬起眼皮 看了表情 僵住的陈世凡一眼 冷笑一声 你有时间心疼江宁 怎么不见你 心疼心疼自己的亲闺女 陈世凡急忙想要开口 我眼角余光 撇到江然从楼上下来 立刻打断了她的话 别说了 如果让江然听到 只怕又会难过 过了一夜 江然对我的态度 没有那么抗拒了 我没指望她 立刻和我亲密无间 毕竟十多年的空白时间 摆在这里 要修复关系的话 也只能靠时间一点点填补 我没让江然在家吃饭 直接带她出去吃了 然后送她去学校 转学手续 昨晚已经办好了 江然成绩本来很不错 但上的高中却是最差的 我找人打听过 得知江然当年中考的时候 本来可以上全市最好的高中 是那所高中许诺给了一笔钱 江然的养母 就强迫她去了现在的高中 上一世得知这件事时 我愤怒非常 要去找那个养母算账 陈世凡却拦住了我 说不管怎么样 对方都算是把江然养大了 叫我不要和她计较了 而后来 我将江然转学到了这里 在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的情况下 江然的成绩却不升反降 就连性格 也越发地沉默寡言了起来 但我当时 被江宁和陈世凡联手欺瞒 竟没有察觉到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 我将江宁送到学校 临下车前 将一部新手机递给她 然然 这里面已经存了我的号码 不管发生任何事 你都可以打我的电话 江然拿着手机 像是有些无所适从 好一会才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我目送着江然进了校门 也跟着下了车 从学校出来后 一条短信 阿姨 我看到有几个女生 将江然堵进厕所了 我收起手机 面上表情已经冷了下去 果然 和上辈子一样 我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 找到了江然的同班同学 给了点好处收买了她 让她一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给我发消息 我赶到厕所时 还没进去 就听到几个女生 大肆嘲讽笑声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抢 江宁暴毙站在几个小姐妹中 狠狠一脚踹在江然身上 垃圾就该待在垃圾该待的地方 你以为有你妈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了吗 只一眼 我的怒火就直冲了上来 江宁还在指使自己 那几个小姐妹端着盆污水过来 就要往王然身上泼 被我一把推开 顿时湿了准筒 一盆脏水全部泼到了江宁身上 啊 江宁尖叫起来 张嘴就想骂 在看到我时 脸色顿时一片苍白 骂 你怎么在 我不等她说完 干脆利落地甩了她一戒耳光 江宁被打得脸侧了过去 我懒得理会她 跟她比起来 江然的伤势要更重要 我俯身将江然从地上抱了起来 带她去医务室包扎 那满身欲青 看得我心如刀割 不住让医生轻一点 而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直到医生包扎完走后 她才低声问我 你怎么会来 我没有回答 只抬手理了理她凌乱的长发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不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不用担心打扰到我 更不用担心给我惹麻烦 毕竟妈妈 要是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岂不是白活了 我垂眼 正对上江然触动的视线 她急忙别开头 低声恩了一声 我带着江然回到家 刚一进门 陈世凡就满面弄笼地冲了过来 江慈 你怎么能打宁宁 江然牵着我的手紧了紧 我拍了拍她的肩 示意她先上楼 带江然走后 我才冷下脸色 看向沙发上的江宁 她跟你说的 江宁浑身一抖 泪水连连地开口 妈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再打我几下吧 只要能让你消气 怎么惩罚 我都没关系的 我冷笑 打她几下这种惩罚 未免也太轻了 陈世凡怒火中烧 我看你是被外面 那个来路不明的 也种迷了眼睛了 竟然还为了她打宁宁 半点亲情也不顾了吗 亲情 我一把甩开江宁 从手机里掉出一段录像 陈世凡 你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心目中 完美无瑕的好女儿 录像有些模糊 但也足以认出 江宁是如何欺辱我女儿的 而这段录像 还是江宁让那几个小姐妹拍的 我从退学为要挟 他们的家境远远比不上江宁 现在又是高三的紧要关头 几乎没有任何挣扎的 就将录像交给了我 江宁脸色大变 扑通一下跪到我脚边 妈 妈我真的知道 错了 她哭着叫道 我只是太害怕了 害怕你会被江宁抢走 一时着急 才会做出这种事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会向江宁道歉 只要他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没有说话 冷淡地等着陈世凡的反应 江宁哭了五六分钟 陈世凡终于按捺不住了 孩子也只是一时糊涂 毕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一时走错路也是正常的 陈世凡语带责备 你打过他也骂过他了 他也知道错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三 我无声地闭了闭眼睛 我将录像拿出来 主要就是想看看陈世凡的态度 他倒是没让我失望 都到了这个地步 还在一门心思地为江宁战场 我收起手机 不想再和这两个人说一句话 江宁迟早要滚 不仅要滚 我还要给他挑一个最好的时机 让他风风光光地滚 带着陈世凡 滚得离我女儿越远越好 次日清晨 我和江宁下楼时 江宁就迫不及待地迎了过来 他端着一碗鸡蛋羹 直接递到了江宁眼前 对不起 昨天是我错了 我不该那样欺负你 江宁口口声声地道着歉 又说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你尝尝 江宁抬眼看了我一眼 似乎是在犹豫着该不该接 我直接帮他接了过来 看都没看一眼 转手倒进了垃圾桶 江宁表情顿时变了 有些委屈 妈 我全都没听到 拉着江宁出了门 上一辈子 江宁也主动下厨做过饭 但我和陈世凡的那一份都没事 唯独江宁吃过之后 突发食物中毒 在学校晕倒 被送进了医院 那一次我彻查未果 现在想来 也是陈世凡在帮着江宁遮眼 现在重火一次 只要是江燃尽嘴的东西 都是我亲自把的关 我的女儿 绝对不能再受那种最第二次 我将江燃送去学校 回到公司后 秘书已经将调查报告送了过来 他含蓄地提醒我 江总 您看之前 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我已经将事情真相 猜了个七七八八 但当证据真的摆在我眼前时 我还是觉得 血往上涌 耳中一阵阵耳鸣 江宁的确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她和陈世凡 却是实打实的妇女关系 而收养江燃的那个养母 和陈世凡早就勾搭到了一起 倒不如说 是他们联手完了一手瞒天过海 换了刚出生的江宁和江燃 至于我 就是个蒙在鼓里的傻子 甚至还白白搭上一条性命 陈世凡是入赘进来的 他老家在知名的贫困山区 难得考出个大学生 他毕业后 应聘进了我家的公司 我看中他朴实的个性 即使没什么背景 也依然嫁给了他 让他同我一起打理公司 却没想到 是引狼入室 养虎为患 调查报告下 还有一份陈世凡对银行流水 我细细看下去 又发现陈世凡挪用公款 给他那个小情人买了套房 我一手按在报告上 心头恨意不止 有些错误犯一次 就足以刻骨铭心 而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纠正这些错误了 晚上 我从学校接了江燃回家 进了门就听到江宁的笑声 爸 重生后 乘治假千金4FP11吧 这样会不会有些太大张旗鼓了 他拿着一本册子 眉少眼角近视喜意 已经看不出 今天早上还在哭哭啼啼的影子 都要高考了 我想低调一点 低调什么 这可是你18岁的生日 成人礼 陈世凡显然是发自内心高兴的 我就是要办得热热闹闹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陈世凡的女儿 其实从最后那句话 已经可以听出些许蛛丝马迹 只恨我往日一夜账目 竟分毫没有察觉 江宁跟陈世凡兴高采烈地说了半天 端了一副父子女校的场面 一转头才看到我 脸上的笑顿时僵住了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我神色不变 走过去扫了一眼江宁拿着的册子 是酒店宴会厅的介绍手册 陈世凡咳了一声 开口 老婆 马上就是宁宁18岁生日了 成人礼 所以我跟宁宁说了 要办得盛大一点 让他把他那些朋友 也都请过来一起玩一玩 毕竟马上也就要高三了 让孩子在最后关头前 也能放松一下 看得出来 对了说服我 他也是在绞尽脑汁地想借口了 可以呀 我轻笑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拒绝不成 具体地方你们定吧 最好再多请一些媒体过来 全程直播录像 这样以后还能再回顾一下 一家人的幸福时刻 真 真的 陈世凡像是还有些不可置信 又确认了一遍 才欣喜若狂 我就知道 老婆你对咱们宁宁还是有感情的 你放心吧 我保证把这场生日宴 给宁宁扮得风风光光的 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 心下一阵反胃 牵着江燃回了房间 江燃今夜比往日还要沉默得多 不用多想 也能猜出他的想法 我柔声问他 不开心了 没有 心思被拆破 江燃耳根有些红 重来一次 我不想我和我女儿之间 有丝毫的芥蒂 更何况 这件事本来也就没有瞒着他的必要 然然 你听我说 我弯腰 平视着他的眼睛 有些人就是想把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抓在手里 为此不惜丢掉 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咱们不害人 但也绝不能被人打了 还不知道还手 他们既然犯了错 就要付出代价 我没有将全部的真相说出来 但我盯着女儿的眼睛 我知道她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一字一顿道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 妈妈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四 陈世凡在楼下 一直和江宁说到了深夜 才摸回房间 他喝了点酒 醉醺醺醺的要往床上扑 伸手就想要抱我 老婆 老婆 浓重的酒味扑面而来 我厌恶的别开脸 老婆 咱们都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自从你把江燃接回来 就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的 怎么 还在因为宁宁的是生气 陈世凡的手不不安分地落在了我腰上 意图再明显不过 好了 别想这些了 来 让我亲亲 我一把甩开陈世凡的手 冷声说 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嗨 咱们们都结婚这么年了 至于因为小孩的是志气吗 夫妻不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 陈世凡欺而不舍地对我动手动脚 再加上了 他今晚喝了酒 手上力道没轻没重 我躲闪不及 眼看就要被他按住 幸好 就在这时 卧室门被敲响了 门外传来江燃的声音 妈妈 你睡了吗 陈世凡动作一顿 我趁机正脱开来 跳下床整理自己的衣服 丢下一句 我今天晚上陪然然睡 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身上沾到了陈世凡的酒味 闻一闻就觉得恶心 我又去洗了个澡 出来便看到江燃坐在床边等我 手里拿着一只旧手机 见我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 妈妈 叫了一声后 江燃像是下定了决心 将手机递给了我 这是我之前录下来的 他沉默几秒 继续道 本来是因为宋和汉家暴 我想录下证据去找副鞋和报警 没想到录下了这些东西 宋和汉就是江燃名义上的养母 陈世凡背地里的情人 而江燃说的是手机里足足上百段 陈世凡去找宋和汉时出轨的视频 我不知道江燃一个人在哪里 是怎么录下这些的 但不用想也知道 其中一定不容易 我的女儿 年龄上小的时候 便知道录下家暴证据报警 但她本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 而不是这样辛苦 却又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 我眼圈通红 紧紧将她抱进了怀里 剩下的都交给我吧 很快 到了江宁生日宴那天 宴会地点定在全市最大的酒店 我亲自发了请柬 除了亲戚以及商场的朋友 还请来了大批的媒体记者 将气氛炒得火热 江宁早早请了几天的假 又是做造型 又是挑礼服 几乎将兴奋之色写在了脸上 宴会厅内灯光璀璨 中央摆着巨大的蛋糕和香槟塔 随着明快的钟声 宴会正式开始 江宁作为这次的主角 首先上台 他拿过话筒 妆容精致的脸上 带着甜美的笑意 非常感谢各位 来参加我18岁的生日宴会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幸福的人 拥有世界上最爱我的父母 本来按照流程 现在该我和陈世凡上台了 陈世凡今天也好好打扮了一番 连头发都抹上了发胶 人模狗样地站起身 还想伸手拉我 老婆 你发什么呆呢 该我们上去了 我安置若素地抿了一口红酒 坐着没动 他说的是他的父母 关我什么事 我并没有刻意压着自己的音量 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宾客 听得清清楚楚 当即就低声议论了起来 陈世凡急了 江慈 你说什么呢 我说错了吗 我勾纯浅笑 我和江宁 没有半毛钱的血缘关系 当了他18年的妈 我也当够了 是时候该把他还给你们了 江燃穿过人群 快不过来 俯身在我耳边说 宋和汉到了 我终于站起身来 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裙摆 走吧 各位 跟我一起去迎接 寿星真正的妈妈 陈世凡在看到 宋和汉出现在宴会厅门口的那一刹那 表情终于完全地变了 游自强笑着道 老婆 你是不是糊涂了 这个女人是谁 你不认识吗 我故作困惑地偏了偏头 我以为 你们应该很熟悉了才是 宋和汉也已经看到了陈世凡 他面色难看 想来应该是 发现给他的那张邀请函 其实并不是陈世凡寄过去的 但他还算聪明 立刻就将矛头对准了我 好啊 就是你拐走我女儿 他冲上来 就想去抓江然 被我眼疾手快 一把推开 宋和汉猝不及防 撞到了后面的蛋糕 带倒了一片狼藉 狼狈不堪地摔在地上 宋女士这是哪里话 我微微笑着 一直台上被晾了半天的江宁 你女儿不就在那里 你要是想要 随时可以带她走 江宁身体微微有些发抖 脸上除了恐惧 却不见任何惊议 我心下了然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现场已经炸开了锅 媒体疯狂地暗动的快门 我牵过江然的手 带她上了台 感谢各位赏光 今日在这里 我要宣布一件事 我看了江然一眼 某底涌起温和笑意 18年前 我的亲生女儿被人调换 江宁并非是我的孩子 而这位江然小姐 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江宁被推在一边 在这一刻 她精心搭扮的一切 仿佛都成了笑话 陈世凡终于缓过神来 大步冲上台 表情难看到了几点 江慈 你疯了是不是 我笑意更胜 对了 差点忘了 这里还有你的一份礼物呢 我比了个手势 满堂灯光按了下去 紧接着 我身后的大屏幕 骤然亮了起来 暧昧不堪的喘息声 瞬间传了出来 我好心给陈世凡 和宋和瀚的身体打了马 只露了脸 但就算这样 也足以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台下 宋和瀚脸色刷白 陈世凡也好不到哪里去 视频才刚放了不到一分钟 就被他操起凳子 直接砸碎了大屏幕 眼前这场闹剧进行到这里 也是时候该收尾了 酒店外响起刺耳的警笛声 十多个警察飞快地冲了进来 就是他们两个 我指了指陈世凡和宋和瀚 18年前 他们涉嫌拐卖婴儿 还有这个先生 挪用了我公司上百万的公款 相关证据都在这里 陈世凡目自欲裂 扑上来就要动手 你这个贱人 你都是设计好的 但不等他碰到我 几个警察已经一拥而上 将他摁倒在了地上 5 陈世凡被带走了 被押上警车前 游字在不甘心地破口大骂 我满怀歉意地欠了欠身 非常抱歉 让各位看笑话了 接下来我还有一点家务事要处理 就不留各位了 送走宾客后 整个宴会厅里只剩下一片狼藉 江宁摊坐在地上 两眼空洞 像是还不相信方才发生了一切 宋和瀚倒是凑在他身边 不知道在急切地说着什么 却被江宁一把推翻 都是你 他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地指着宋和瀚尖叫木骂 都怪你 毁了我的生日宴会 你才不是我妈 江宁脸上的妆都被泪水晕花 他跌跌撞撞地扑过来 想要去拉我的手 哭得替泪横流 妈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是你的女儿啊 我垂眼 一点点拨开他的手 牵着江燃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宴会厅 江宁拎着厚重的裙摆 亮呛着跟在我身后 哭着叫我 直到我和江燃坐上了车 也依然在后面 欺而不舍地追着车跑 直到车速越来越快 再也看不到 回到家时 已经是深夜 今天晚上的事虽然顺利 但不被陈世凡察觉地安排下来 也让人累得够呛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后 打开电脑 打算问问秘书警局那边陈世凡的情况 门铃却刺耳地响了起来 我打开门 竟是江宁 他似乎是一路走过来的 裙摆脏污的已经看不出原色 连鞋子都掉了一只 见我开门 如看到救命稻草一般 紧紧抓住了我 妈 妈我知道错了 他跪在我脚边 哭得撕心裂肺 求你原谅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沉默两秒 单声说 陈世凡挪用公款 是最有应得 而你也应该回到宋和汉那里 毕竟 他才是你血缘上真正的母亲 轻飘飘的两声道歉 并不能弥补我和女儿受到的伤害 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缓缓抽出了 被江宁抓着的手转过身 正准备回去 江然的惊叫就响了起来 妈 小心 我条件反射地转过头 看到江宁手里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把血量的水果刀 朝我直直地捅了过来 他表情猙獰 很声道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这一刻 从他身上 我恍惚间竟回到了上辈子 他是不是也顶着这样的表情 浇下汽油 然后看着我在大火中痛苦挣扎 直至葬身火海 下一秒 一股俱力自身后传来 江然将我生生推了出去 显而又显得避过了那一刀 江宁一刀每次中 还要再冲过来 被江然一脚绊倒 江然眼急手快地 拎起鞋架上的花瓶 重重砸到了他头上 江宁被砸得扑到在地 挣扎两下 终于彻底昏迷了过去 我惊魂未定 急忙抓住江然 上下检查了一番 伤到哪里了吗 江然摇了摇头 我没受伤 我松了口气 拨打了报警电话 江宁被警察带走了 一夜之间 情人跟女儿都进了监狱 宋和汉险些没疯掉 去警察局了解情况的秘书 回来跟我说 他天天在警察局闹 想把江宁弄出去 但可惜的是 江宁已经年满18 就算是要保释 也需要一笔不菲的保释金 而宋和汉这些年 虽然从陈士凡那里 捞了不少钱 但挥霍无度 是堵成性 早就花了一分不剩 我若有所思地问 陈士凡给他买的那套房子 不是还写着他的名字吗 我委托律师你的资料 以不知情 要索取回陈士凡赠予的 婚内财产为由 正是起诉了宋和汉 虽然说这房子 最后就算是收回来 但因为陈士凡 挪用大笔公款的缘故 也只能卖掉补亏空 但我就是要断了 宋和汉最后一丝 要卖房错保释金的念想 江宁是个定时炸弹 上辈子放火 这辈子有持刀想要杀我 这样的人 还是在牢里待着最安全 若是被保释出来 不知道还要惹出多少麻烦 我既然要保护我女儿 就要给她创造最安全的环境 将任何不安分的因子 都昂灭在未成形的时候 半个月后 陈士凡的案子开庭了 好巧不巧 跟江宁故意伤人未遂的案子 是同一天 他挪用公款罪证确凿 几乎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 因为数额巨大 被判了足足13年 在陈士凡即将被从拘留所 押去服刑的前一天 我带着离婚协议书去看他 同时也带去了江宁的判决结果 你应该庆幸 你那个好女儿没有真的伤到我 否则就不是伤人未遂了 隔着探视窗 我对上陈士凡 满是扭曲恨意的一双眼 你女儿被判了两年 不过你放心 就算是他将来出来 我保证也不会让他 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而且你大概不知道吧 他在法庭上大哭大闹 说都是你害的他 他宁愿死 也不愿意再认你 何宋何汉呢 陈士凡猛地站起身 疯狂地撞着探视窗 张嘴小骂 却还没出声 就被预警直接按住 用电棍狠狠打在了身上 老实点 还想再多多两年是不是 陈士凡被电的 手脚都有些抽搐 被拖出去的时候 我清晰地看到一片水痕 自他裤裆蔓延开来 但这对他来说 只是个开始 从监狱出来 我来到了江然的学校 今天是他的毕业典礼 见我过来 他脸上露出笑意 快步走了过来 妈 我将早已准备好的花束递给他 养起唇角 毕业快乐 那些变故并没有太过影响到江然 这次高考 他发挥超长 顺利考上了理想中的学校 我问他 以后想要做什么 江然歪了歪头 向来冷静镇定的脸上 终于流露出 符合他这个年龄的情绪 他说 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听到这话 我本该高兴 但心脏却一阵酸涩 我的女儿不知道 我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 上一世对他诸多忽略 就连这一世 也依然做得不够完美 阳光穿过云层洒落下来 我握住女儿的手 一定会的 好在 我们接下来还有漫长的时间 足够我们一起迈入全新的未来